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欢迎收睇星期一早上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昨天早上比较多云 日间有不少阳光 今早来说 如果看大范围的卫星困托可以看到 仍然在云大覆盖着华南沿岸地区 但是云大也在消散 我们预计日间天色也不错 低温分布方面 今早来说市区大概是17度左右 而新界不少地方就要再低1、2度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测是部份时间阳光 能见度会比较低 日间是温暖 最高的气温大概是24度 吹微风 指纹那方面我们可以看看一些电脑模式 我们预测到今个星期的中后期 有一股比较强烈的东北季游风 就会影响华南沿岸地区 到时我们的气温就会逐步下降 所以如果看回指纹那方面 我们预测明天都会大致天程 不过大家要留意到今个星期的中后期 云量就会增多 而低温方面也会逐渐下降 去到下个星期的初 甚至有机会天气寒冷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 对吧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